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要介紹新的主題之前 上個禮拜的講義 如果你們有帶來 我後面有一兩點補充一下 因為跟今天要講的也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上一次第十三的講義 我們在介紹殉道的文化 還有他其後發展出來聖徒的傳統 在第三頁的地方 特別介紹我們這學期用的教科書 史塔克寫的這本書 他在那本書裡面有一張在討論殉道的本質 這個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宗教的一種魅力也好 宗教的一種權力也好 更嚴重的講 宗教有時候也會變成一種暴力 這個跟今天會談到有一點關係 那史塔克他在談殉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問了一個問題 在上禮拜講義第三頁也提到說 到底這是不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他一開始在第一小點那裡提到 很多殉道者給人感覺到是一種 精神上已經是超乎平常的表現 會做出這種犧牲的一種的宗教行為 甚至有人覺得殉道幾乎有一種 願意接受被那種虐待這樣的一種的精神症狀 這樣的說法當然是從一種心理學角度在談 那特別是當殉道者用一種很鎮靜很莊嚴的態度 表達出一種自願殉道的方式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這樣的宗教行為 應該是一種非理性的 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 是一種宗教極度的熱情 極度的一種尾聲所帶來的 那史塔克他似乎要挑戰這樣的看法 他認為說他是一個 他是不是也有背後有一些理性的思維在裡面 願意做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我想史塔克的理論比較有趣的是 如果你把它應用在 殉道已經變成一種文化以後 他已經變成一種的 被人認為是一種有價值的一種行為的時候 他的理論似乎有一些 可以讓我們去思考的地方 換句話說 第一代第二代的殉道者 可能比較像是一種 純粹的宗教的尾聲或熱情 但到後來許多人好像在追求 或是在追隨 這樣的一種殉道的路線的 這樣的文化是不是已經經過 有一些理性的思維的 那他提出好幾個很有趣的理論 第一個他指 在第二小點他指出 宗教所提供的一種補償 是很稀有的 是一般沒有辦法得到的一種的報酬 那這個對有些人來講 就理性思維的角度來講 他以代價的最小化 來換取報廠的最大化 這樣來講的話 這個宗教動機 有時候對願意參與的人來講 他有可能有這樣的一種思維 那如果我們再跳到第四點 他也指出 宗教通常會有這樣的一種的 犧牲奉獻的一種的要素在裡面 因為在宗教團體裡面 不免有許許多多所謂的大便車的人 freerider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宗教 只有想到要得到好處 是一種大便車的一種的心態 但當宗教本身也帶來一種犧牲 或是參加這個宗教本身有某一種的 不一定是完全正面的形象的時候 很多願意參與的人 就必須自己去衡量 那個大便車的人就會被排除 慢慢被排除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的情形下 這樣的一種要求 通常會讓宗教本身的那種 宗教精神更純粹 也更聚焦在他原來的精神 那如果我們回到第三點 他有提到用社會學角度在談 宗教的一些行為 他指出說其實一般信眾 如果對這樣的一個宗教行為 可信度越高的時候 對宗教的流傳是越有幫助的 那換句話說 對同樣的這樣的一種文化 認同的人越多的時候 這就好像是一個集體生產的商品一樣 可以讓宗教能夠更廣為人所接納 那特別有一點跟我們今天要談的 有關的 他指出宗教領袖本身 如果表現出一種 絕對或者是近乎絕對犧牲的 這樣的一種生活態度的時候 他所獲得的可信度可能越高 就是宗教領袖要求回報越少 可能他的可信度可能會越高 所以通常有一些宗教領袖的形象 用苦修的 苦修的一種的 或甚至是殉道的 這樣的一種宗教領袖的形象 他可能獲取的可信度會越高 會讓願意投入的信眾 有更多的信任感 那特別是他指出 殉道可以說是最可信的一種宗教表現 那特別是出於自願的行為的時候 這樣的一種可信性會達到最高 但是最後一點 我們看到下面第五小點 史塔克也指出到後期的文化裡面 你會發現很多選擇做殉道 這樣的一種的實踐 或者是去高舉這樣的一種文化的人 事實上已經看出殉道本身 不只是在未來有一種來勢的報場 在現世本身已經被賦予一種的價值 他這邊提到說 殉道雖然是犧牲 但在殉道過程可能已經獲得報酬 譬如在他要走向殉道的路上 幾個月幾年的時間 他其實得到非常高的一種的禮遇跟尊敬 死了以後也確定一定會得到 在世上深厚擁有的榮耀 就是他可能會被遵從為聖徒 那這樣的故事也對信眾有一種堅固的心 那他的這樣的整套的分析 有點人在談到說 為什麼殉道文化後來會變成這樣一個 非常大眾化 通俗化 然後好像大家一起參與在裡面的一種的形式 我想他的這個分析 至少就他變成一種宗教文化的過程來講 是有一些值得我們可以思考的 那這跟我們今天要討論 宗教被賦予一種權威 權力 那那個權力到底是哪一種形式表現出來 是以個人的魅力表現出來 還是他可以把這個權力 運作到結構裡面 組織裡面 藉著組織來運行 運作這樣的權力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那最後一點是我們上禮拜有稍微跳過 就是第四大段這個禁欲主義的概念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位當代的歷史大師 Peter Brown 烏朗這位歷史家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 叫做Body and Society 身體跟社會 那這本書其實用一種人類學的類比的概念 在指出社會就好像是一個大身體 那我們人的身體也可以說是一個小社會 小社會類比成為大社會 小身體變成社會這個大身體 那當這個時候從第二世紀開始 基督教把柏拉圖或者是希臘哲學裡面 這種壓制肉體壓抑物質的文化 帶入到基督教價值裡面的時候 就是說心靈才是高的 物質是低了 身體是 身體的慾望是低層次的 這樣的一種思維呢 就慢慢的從第二世紀末到第三世紀發展成一種 對性的壓抑 對婚姻的貶低 對這種人在世界上的一種物質慾望的一種壓制 那這樣的一種文化或是思維 很普遍的在地中海世界裡面 很多不同的傳統裡面都有發展 那早期各有深淺 有的比較強 有的比較沒有那麼強 但大概到後期慢慢聚焦 如果我們翻到第四頁的第二小點 埃及的這位亞利桑大的教父 厄利根可以說是 這個禁欲主義的一個極大成的人物 他自己本身一生過著禁欲的生活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人的身體 確實可以成為這個上帝神聖的點 換句說身體 你怎麼去壓制身體 去操練身體 去鍛鍊身體 成為一個壓制慾望的 這樣的行為是做得到的 那這樣的一種身體壓抑性欲的做法 轉換成在社會裡面 大社會就變成 趨向一種禁欲主義的文化 禁欲主義的文化 那這個慢慢的 我們上禮拜已經稍微提到 後來發展出修道主義 那這修道主義早期 比較是個人的修道的模式 所以在這種 強調禁欲的文化的處境下 埃及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修士 聖安東尼 就被高舉為 一種禁欲聖徒的形象 大家會覺得 這個就是標準的典範 他可以做到 壓制所有的性的慾望 物質的肉體的慾望 這個傳統從第三第四世紀 到了第五世紀左右 就發展成為 慢慢把它制度化了 所以從個人的引修 後來發展成為團體的 我們上禮拜接到這個部分 介紹第五大段 修道運動 就談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背後就牽涉到這樣的一種 身體跟社會類比發展的一種文化 那這樣的一個思維呢 也影響到對婚姻的看法 我們看到第四小點 當時候慢慢的 這個西方的神學家 像安博羅修、耶羅米 還有我們這學期最後會介紹奧古斯丁 他們幾乎都慢慢發展出 把婚姻看為是比較次等的生活方式 把守讀生 高舉守讀生 作為更高的一種生活方式 這樣的一種的思維 那把禁欲當作是一種的美德 把癥結看作是一種的美德 婚姻則是一種好像不得不的必要的惡 婚姻有一個重要的目的要繁延後代 要傳達繼續繁延後代 那譬如以奧古斯丁對婚姻的看法 他就認為說婚姻是必要的 因為為了要回應上帝創造世界的目的 就是要生養眾多變滿全地 這個繁延後代是一個上帝的要使命 所以婚姻是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可以不必參與在這樣的一個 婚姻的制度的人 守征的人 他其實可以達到更高的一種屬靈的地位 所以這個就比較平衡的神學家 像奧古斯丁來講 他還是會把守讀生 放在婚姻稍微高一點的位置 那更激進的人 像我前面第四點第三行提到的 這個耶柔米 他就比較激進了 他幾乎認為這個增結才是最高的價值 婚姻如果可以不必投入最好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種禁譽主義的文化 再加上修道主義的發展 修道主義是把禁譽主義 變成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 那這個修道主義早期 我們如果回去看這個歷史的一個發展 最早的修道主義 其實是一種信徒的運動 他其實是一個信徒的運動 就是有一群自願的基督徒覺得說 我要過一種更高尚的聖節的生活 所以他就自己個人去靈修 或者是設立一個團體來靈修 但慢慢的制度化的過程 修道主義變成是後來教會把它 吸納成為制度化的一個過程 所有要成為教會領導者的人 必須要經過修道的過程 這個發展成為到今天我們看到 在傳統的西方的天主教會 還有在東方的正教會 幾乎都要求要成為神職人員 要成為宗教領袖的 必須要走這樣的路 所以我們看到這是一個過去歷史發展下 從殉道的這種文化 進一步刺激了禁慾主義的這種思維 然後發展成為修道主義的一個體制 這個大概是我們上禮拜 比較沒有提到的幾個部分 我稍微做一點點的補充 我們上禮拜提到了幾本書 小說都是蠻好看的小說 在談到修道主義跟中世紀 這種聖徒文化的傳統 我有介紹的那個Chan Follett寫的那本 《上帝之著》 這是一套蠻好看的小說 另外還有一本很值得介紹的一本小說 是今天義大利最有名的一位作家 他自己是語言學家 專門研究符號象徵理論的 他自己也寫了好幾本的非常出名的小說 其中跟我們的主題最有關係的是 我在第五頁有介紹 他寫的那本《玫瑰的名字》這本小說 這本小說後來也有拍成電影 非常好看的一篇小說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個電影 電影當然跟小說它的主題是描寫一個謀殺案 在修道院裡面發生了中毒的案件 有人被嚇毒 然後這個嚇毒很特別的是 都是手指頭發黑 舌頭發黑 然後中毒而死 這個是一個本賭會的修道院 後來派了一個道明會的神父 派了一群道明會的神父要來調查 在那之前本賭會本身有一位老的神學家先來 所以那過程當中就變成有兩個不同的修會傳統 對這個事情進行調查 很有趣的是原來中毒的原因是因為 修道院的圖書館裡面有一些禁書 放了一些禁書 那些禁書其實本身並不是真的所謂的色情的作品 但是它那個禁書是牽涉到對人體的研究 醫學的研究 所以那個書裡面有一些男性跟女性的身體描繪的 結果竟然修道院裡面有修飾 特別是比較高級的修飾 偷偷的在傳閱這些書在看 那在傳閱當中呢 裡面有那些比較強硬派的 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錯誤的人 就偷偷的在禁書的那個書頁上面 把它下讀這樣子 然後又把那個一頁一頁的那個書 把它用那個黏的東西 把醬糊類的東西把它黏起來這樣子 所以變成要去看那個書的人 必須要用手指頭去把一頁一頁把它撕開去看 結果那個過程當中 就指頭跟舌頭發黑中毒 這個電影非常有意思 在描寫一個修道院裡面的文化 在描寫人性就是在一種的操練 在一種禁慾文化的要求之下 人性在那當中的掙扎 掙扎 這個小說其實非常有意思 裡面還有談到其他的主題 但跟我們今天比較有關的 則是藉著這個小說可以看到一種 人性跟肉體欲望掙扎的一篇作品 我想這個我順便跟大家做一點點的介紹 那結論的地方 我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神學上的差異的概念 在第五頁結論中我提到這個所謂相似性跟不相似性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到很有趣的是 後來慢慢的在東方的教會的文化跟西方的 發展出兩種不同的對人跟上帝的一種的關係的思維 如果說宗教在談的是人怎麼樣子來跟上帝建立關係 東方的文化 特別是我們介紹的這種走禁慾主義或修道的文化 他偏向的是認為人有可能學習像上帝一樣的 人可以成為像上帝 效法像上帝 一種相似性 人有一天可以從會朽壞變成不朽壞 藉著修道 人的靈魂可以一直往上爬升到接近上帝的地步 修道主義的最高價值有點像殉道者的概念 就是人跟上帝最終好像生命可以結合在一起 可以聯合在一起 人跟神聯合在一起 這是一種把人跟上帝基本上認定為具有相似性的概念 但是西方的神學不一樣 我們最後在學習最後一次介紹奧古斯丁的時候 特別會談這個問題 奧古斯丁提出了原罪論 相信人本來就生活在一種有限性 人就是活在一種的 出生的時候就帶有一種的罪的文化 那這種原罪的概念基本上就否定了 人有可能成為跟上帝相似的可能 那在西方的教會傳統裡面 就會刻意走這條人跟上帝是不相似的 不相同的這樣的概念 那後來像宗教改革的大師馬丁路德 馬丁路德他就常常講這句話 上帝就是上帝 人就是人 人不能成為上帝 人永遠不可能自認為跟上帝相同 這樣的兩條不一樣的路線 我們可以看到在修道主義裡面 他事實上走的是比較是一種東方的思維 那用基督教常常談的一個概念說 上帝成為人 這個聖誕節要到了 聖誕節的一個基本概念就是道成肉身 上帝成為人 那在東方的這個宗教傳統裡面 他事實上有一個肉身可以成道的概念在裡面 是不一樣的approach 進入不同 西方如果西方的傳統比較是 道成肉身的這樣的神學傳統 東方還是有 但東方會多一個人的肉身 似乎也可以成道這樣的一個思維 這個在修道主義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思維在裡面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在我們開學的時候 在導論的時候 我有介紹我們介紹 研究基督教的歷史跟文化 有三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基督教跟政治的關係 跟這個國家的關係 一個面向是基督教跟文化的關係 基督教跟不同的系統 價值系統的關係 那第三個部分我們提到 基督教本身的內在的一種張力 那個張力我們當時候用的就是這個概念 它到底是一個運動呢 還是它會變成一個制度 一個組織 一個體制 運動的部分就會比較偏向一種的 自由的靈的運行的概念 組織的部分則會強調的是秩序 建立一個有秩序的架構 我們用另外一個概念 這也是韋伯 社會學家韋伯的概念 他會提到最早的宗教的運動 通常一開始都是比較偏向這種 靈恩領導的模式 也就是一種魅力領袖 有魅力領袖的模式 那個關注點在於宗教領袖 宗教人物是不是有一種的 特殊的恩賜跟才能 但是宗教一個宗教傳統 開始越發展的時候 它就越偏向第二個模式 就是走向階層制度 它開始組織化 越來越組織化 那越組織化的教會 就會越不再重視那個個人的魅力 或個人的特殊的恩賜 這中間就形成一個張力 一個張力 我們開學也有談到 有人把這個叫做是一個鐘擺理論 那當一個宗教傳統過度制度化的時候 它會有產生一種改革運動 想要把它拉回來 回到一種比較是 一種信仰的那種原始的那種精神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 但是回歸到這種比較運動型的精神的時候 它總過一兩代之後 又會盪回來這邊 因為它必須要為了要維繫下去 必須要組織化 要制度化 好像這兩個中間 常常在有一種擺盪的過程 我們今天就稍微來介紹這個部分 那這個理論最有名的就是Russell J.B. Russell的理論 我們在開學導論就稍微提到 那他用的字是Prophecy跟Order的對比 他用Prophecy這邊先知的運動 或者是一個靈的自由運行的運動 來談這個比較是靈恩或者是運動的這個面向 他用Order這個字 秩序或制度 來談另外一邊 組織化制度化的這個面向 那Russell這個學者 最近台灣開始翻了好幾本他的書 他是滿有趣的一個學者 他是中世紀 研究中世紀基督教非常有名的學者 所以他對那些中世紀 在教會文化裡面很盛行的一些觀念 神秘主義 天堂的概念 地獄的概念 撒旦 邪魔這些概念 他自己花很多時間研究 也研究中世紀的巫術的傳統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書都象徵他 對中世紀一種神秘宗教文化的興趣 也因為這樣我們看到他特別會 從一種宗教的力量這個角度切入在談 那我們看到一開始 我在這個給大家講義的第一段裡面有提到 他其實他的看法滿有趣的 不是那麼二元對立的概念 我們如果看這個第一小點 他特別提到君士坦丁皇帝接受 基督教為國教之後 基督教慢慢慢慢的變成是一個正教結合的架構 這樣的一個架構後來 教會就發展出兩種對他都要抗衡的傳統 那這兩個傳統一個是先知的 一個是秩序的 那他的用語呢 秩序的這個傳統比較屬於說 可以做一種體制的改革就好 他用的是reform這個字 體制上可以做一些改革 那先知的運動呢 則比較激烈 他希望整個改造這個 基督教本身的這個傳統 用的是transform 所以先知的運動有時候會建構另外一個另類的團體 他會對這個原來的這個體制不滿 另外建構一個另類的團體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在教會歷史裡面像修道運動 他原來一開始就是一個先知性的運動 可是很不幸的這個我們看到這個修道運動 不久又被歸納到體制裡面 我剛剛提到 他本來是一個信徒自發的運動 後來又被歸納到體制裡面 變成是一個神職人員的養成的一個過程了 所以像這樣的兩個概念並不是對立的 他有時候兩個也會轉移的 先知運動有時候也會變成一種體制化 體制化如果再往極端的方向推 他也會產生一種先知的味道出來 但是就整體而言 Russell的看法是大部分的教會 我的第一大段的第二小點 大部分的基督教團體 總是會傾向走向制度化 所以靈恩的運動常常會被邊緣化 這種比較強調靈恩的運動 這種比較不要走制度化的運動 比較容易會被邊緣化 那我們等一下會舉兩個例子 初代基督教的時候出現了兩個運動 一個蒙塔納運動 一個多納派運動 這兩個運動都是屬於繁體制的運動 這是少數的例外 那我們回來看這個制度發展的過程 我稍微按照時間的發展做了一點點的整理 那一開始最早最早第一代的基督教的團體 他們走的模式是比較像是巴勒斯坦的 這個猶太宗教團體的領導模式 這個模式裡面我們只有看到 是由傳統的所謂長老或者是使徒在領導的模式 唯一開始發生有衝突呢 是在使徒行傳第六章 有提到這樣的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那個衝突是因為不同的語言的族群所帶出來的 這個使徒行傳第六章裡面有提到 他說信徒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 說希臘話的猶太人跟說希伯來土話的猶太人中間 發生了爭執 換句話說一群是住在巴勒斯坦本地的猶太人 一群比較是住在外地希臘話運動影響下的猶太人 當他們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時候 這兩群人中間就發生了領導模式的衝突 很明顯的十二使徒應該是比較偏向在地的猶太人的 所以是外地的講希臘話的猶太人抱怨 抱怨說他們在分配資源的這件事情上 疏忽了他們外地來的這群人 所以後來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看到他們就開始組織 重新做組織 他說我們不應該去管理你們這群人的行政事務 所以我要從你們裡面選七個 是屬於你們自己的人 這些人是有名望的 是有聖靈充滿的 如果用這句話說有聖靈充滿的 很明顯這個還是一種靈恩領導的模式 然後有智慧的人來負責這些事 那接下去我們看到很有趣是他們就選出了七個人 那這七個人看名字就知道都是希臘化的人 有受過希臘化文化的人 斯提凡、斯蒂芬、菲利、Philip 這些名字都是希臘的名字 其中還包括一位外邦人 不是猶太人的外邦人七個人 那這七個人如果按照這個始讀形狀的說法呢 他們應該是負責管理行政事務的人 所以這七個人後來被叫做執士 被稱為執士這個執分 但有趣的是我們往下讀的時候就發現 他們並不是只有做這些行政的事情 其實這些人也是教會 當時另外這一群人的領導者 那斯提凡的故事後來在初代教會團體 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上次介紹也提到 他是第一個殉道的人 殉道的一個原型 所以很明顯的這個故事讓我們看到 一開始同樣在同一個巴勒斯坦的地區 馬上就發展出兩種領導模式 一種是以耶穌的學生使徒為中心的領導模式 為了另外一群講不同語言的人 又發展出另外一個模式 是以執士來領導的模式 那但是回到第一個模式 使徒為中心的模式其實非常像 原來就存在在猶太人團體裡面的 會堂的模式 那我們看到在猶太會堂從以前到今天 基本上他們是以長老治會 以長老來治理這個會眾 長老就是信仰團體裡面 資深年紀大有智慧有社會地位的人 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字當然翻成中文 也滿有意思的 就是說好像又長又老這個概念 他們是鬍子很長的年紀很老的 長老這兩個字就給人這樣的一種印象 那其實長老的概念 在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族群裡面都存在 長老是一個最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領導形式 所以在很多原住民的文化裡面 都說長老無所不在 長老總是在 the elders are watching 長老在看著你 長老好像是一個傳統社會裡面的領導者 那這個 右上角 美國原住民 美國的原住民的團體 是長老制的 右下角 這個 摩門教 美國的摩門教的團體 也是長老的 那左邊這張圖 政治的 在政治圈子裡面 也是好像是長老在扮演一個角色 那這張圖裡面 我們看到剛剛過世的這個曼德拉 曼德拉在那裡 美國總統卡特 他們有一次在南非舉行一次的高峰會議 有人就戲稱說這個是一個長老的會議 就是這是一個傳統的社會結構的概念 由那個有智慧年紀大 社會聲望比較深的人來領導 那這個 我們台灣這個有長老會 長老會也是用這種長老團智慧的概念 這個長老 這是一個從猶太社會 一直到基督教團體裡面都存在的 那另外一個模式很有意思的是 等到教會開始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固定在一個地點 他開始從這個地點向外去擴展的時候 特別我們記得上次用保羅的概念 他用巡迴的方法去很多地方去旅行 在這個旅行的過程當中 就發展出另外一種模式的領導 這種模式是 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 有一群領導者在住在那裡領導的模式 而是有這些有能力的人 尋回到各地方去發展的模式 這個模式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我們看到在保羅寫給哥林多這個城市的教會 他就提到 教會裡面有不同的恩賜的人 這段話是非常明顯的在表達這個概念 保羅這麼說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體 基督的身體就是指教會 每一個人就是身體的不同的肢體 所以有的人是頭 有的人是手 有的人是眼睛 有的人是腳 不同的肢體 然後他接下來他說 上帝有設立不同的人 那他排了一個順序 第一個是使徒 第二個是先知 第三個是教師 接下來有行神機的 有治病的 有幫助人的 能夠管理事物的 可以講靈語的 這個是保羅在哥林多教會 列的一份清單 在別的教會的書信 他又有另外不同的清單 但非常類似 你從這個清單裡面 你很清楚可以看到 他提到的基本上是以人的 擁有的特殊的才能 作為描述的 使徒當然是比較特別 是耶穌的學生 先知是指有特別有好的口才 可以宣揚的人 教師是特別有教導能力的人 行神機治病 幫助人管理行政事務 還會講靈語的 這都是所謂的charisma 魅力 有一種特殊的魅力 特殊的屬靈的恩賜的人 那這樣的模式 我們今天還可以看得到 我們沒有辦法有舊的圖片 但是可以看到現代新的 今天世界上很多宣教師 從不同的地方被派到世界各地去 過去基督教宣教師 過去是以北美洲的宣教師最多人數 今天慢慢的第三世界的基督教會 也會派宣教師 非常有名的 現在最有名的 大概就是韓國的基督教 派出非常多的宣教師 那他們基本的模式 也是這樣的一種概念 他不會固定在一個地方 他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巡迴 去做一種的領導 但他最重要的特質 是在於他擁有特別的恩賜 這叫做巡迴模式 那這兩個模式 我們如果回來看 我們今天的講義的第二大段的時候 你看這兩種模式 一種是比較固定住在一個地方的 另外一種模式是巡迴的 他一開始是同時存在的 但不久就發生問題了 我這邊有提到一個 初代非常有名的一個 教會的一個法規 這本書叫做Didake 就是十二使徒疑訓 那名義上說這本書是 耶穌的十二個學生 留下來的一些教導 那事實上應該是 初代教會慢慢整理 發展出來的一些觀念 這本書裡面 有兩個很有趣的說法在這裡 我把它引用有兩段 在這地方給大家看一下 他在談到 對這些巡迴教師 好像開始出問題了 今天如果譬如說我們在台北 那有一個基督教團體在這裡 每過幾個月 有一個巡迴的教師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宣稱說 我就是代表上帝來到你們這裡 我周遊各地來到你們這裡 那這樣的人 他會要求這裡的團體要接納他 給他一個灰灑的空間 但後來會開始發生問題 裡面有一些人怎樣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假的 可能是用這個比較現代語言來講 好像是神棍一樣這樣子 他可能會來騙吃騙喝這樣子 那這個十二使徒儀序裡面很有趣 他就發展出一套原則 要幫助當時候的信仰團體去辨認 怎麼去判斷這樣的人 那這段話很有意思 一開始說 你要歡迎任何一個使徒 來到你們當中 要把他當作就是耶穌基督自己來一樣 要welcome 要接納他 你要接納任何一個人 As if he were the Lord 就是假設他就像是基督來到你們這裡一樣 但接下來他講出很遠去的概念 他說他在你們當中停留不能超過一天 不能超過一天 如果必要的話 如果必要的話 可以再停留第二天 the next day too 他說這個人如果在你們那裡 要求要停留三天的話 他就是一個假的教師 他就是一個假的教師 那這個聽起來 滿嚴苛的一個原則 就是有一個人來到這個 一個巡迴的教師來到這裡 意思說他講完他的話 就要送他走了這樣 一天就要送他走了 最多再讓他留一天 如果他停了三天 表示他是假的 那還有呢 第二個原則再接下去 說當這個人要走的時候 on departing 他要走的時候 這個宣稱是巡迴的使徒的人 絕對不能從你們那裡拿任何的金錢或報商 只有可以拿什麼 足夠他到下一站去的食物 上面說 sufficient food to carry him until his next lodging 他今天來到台北 下一站要去板橋 假設要去板橋 那我們就提供他 從台北到板橋這段路的食物 甚至給他一點點的旅費 可以到達板橋 如果 最後一句話 如果他多要錢的話 他就是假先知 就是假先知 很有趣 這是第二世紀的一本書 我們當然不能說這本書是 提出一個普遍運用的原則 不一定 但是至少在這一本書裡面 他已經發現這個巡迴的一種領導模式 是有問題的 比較容易出問題的 那後面還有 還有其實在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願意留在你們那裡工作的話 下面這一段 任何一個人如果願意留下來跟你們工作的話 你們就要支持他 支持他 意思說要提供他這個生活所需 這樣子 因為他就像是一個工作者 有權接受人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想像 用這個十二使徒於訓這個概念來看的時候 這個基督教一開始的領導模式 一開始有兩個 一個是巡迴的 一個是住在本地的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十二使徒於訓這本書 已經看到有一個趨向跑出來了 在地的遲早會打敗那些巡迴的 在地住在一個本地的領導模式 遲早會取代那些巡迴的模式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到 往下看講義的第三大段 我們開始看到第二世紀第三世紀以後 基督教就慢慢發展出一種 制度化 體制化 階層化的模式 換句話說 越在一個地方發展 它就越 那個組織就越健全 組織的形態就越複雜 就有一種 hierarchical 我們說一種階層體制會發展出來 有那種比較低的比較高的職位就會建構起來 那通常發展成一種三角形的金字塔的模式 那一開始我們上次有介紹過最早可能比較是家庭教會的模式 在家庭教會模式裡面可能比較沒有這種權力結構的問題 只要有一個家族人就可以領導了 但等到教會慢慢的越來越多 一個地區有地區的組織 然後越來越高 有這個省 有羅馬行省 有行省的組織 最後還有一個國家最高的組織 我們看到它就慢慢發展成這種所謂的一種制度化的文化 那這就是我們一般稱為一種君尊主教制的形成 君尊這個字monarchy 是從政治語言來的 一個國家統治要有一個國王 一個君主monarchy 那教會裡面呢 也選出一個好像君主一樣的主教 意思是這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怎麼發展出來的 我講義的第二點跟第三點裡面有提到 第二點提到說本來可能這個主席是輪流做的 但不久以後越來越發現說 每一個人的恩賜跟才能不同 有的人特別具有領導能力 那是不是讓這樣的人就固定來擔任這個領導者 所以從輪流變成一個專任的 專權的這樣的一個主教 另外第三點我也提到當時候的處境 當基督教面對那種內外的挑戰的時候 外面有羅馬帝國在壓迫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信念 不同的學派 在內部有增值外面有壓力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比較強而有力的中央的領導 會對這樣的一個主持是有幫助的 那很多這個歷史學家認為 是這樣的一個處境下 慢慢慢慢教會就發展出 今天所謂的這種君尊主教制的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我們用一些圖形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 像今天很明顯的在天主教會發展出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左邊這張圖是一個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個階層體制 在旁邊一個一個小小的地區 它有個中心 然後再還有地方有周圍的小小的點 我們如果假設每一個小黑點是地方的一個主教區 那旁邊的小紅點是它的每一個教會 每一個教會中間會選出一個地方的主教 成為那個小黑點 每一個地方的主教在集中到中間 就有選出一個更核心的更高位階的省的主教 甚至國家的主教 那全世界的各地方的天主教會 共同尊奉一位教廷的最高峰 那就是我們說就是教宗的架構 橫切面是這樣 如果看右上角這張圖 就是一個金字塔形的教會階層體制 那如果下面再給它區隔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一般的教會 不一定要天主教會 也多多少少有這樣的一種架構存在 在今天的甚至在新教 基督新教裡面 聖工會 路德會 衛理工會 都有這樣的一種架構 下面是congregation 就是一般的會眾 會眾上面可能有Dickens 剛剛講到的職士 再往上可能有一些女性的寡婦的職位 再往上選出了長老 再往上就有一位君尊的主教出現 這樣的一種架構 在第二世紀到第三世紀 慢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 那這樣的架構很有趣的是 你會發現 在很多的宗教的圖畫裡面 甚至在描寫天上的 在天堂的一種的領導模式 也是用這種景象在描寫的 你看左邊這張圖 上帝坐在寶座上面 好像是那一位天上的君王 周圍有天使 下面有聖徒 所以天上的一個架構 就反映在地上的一種的 教會領導的模式 如果你把右邊這張圖 跟左邊這張圖做一個對比的話 好像在天庭跟在地上 同樣是有一個hierarchical的模式 這種模式我們剛剛提到 在第二世紀第三世紀 慢慢形成了 唯一的例外 唯一的例外 我們先把這一點介紹完 在第一頁的最下面那一點 就是在那種迫害的處境下 或是在那種聖靈運動的 少數的殉道者或是那些 在靈根運動裡面 特別有恩賜的人 會被賦予特別的權威 他不一定走的是這種 組織結構的路線 那譬如說我們看到 在北非的殉道運動裡面 一個女的殉道者 甚至也可以被賦予有權威的角色 這可以說是一種制度化的過程當中的例外 那這樣的兩種模式 在整個教會歷史裡面 它一直是存在的 好 那個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第二到第三世紀的時候 慢慢慢慢的這個 組織化 制度化的過程 那在越組織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幾個特別的例子跑出來 一個就是在這種所謂比較屬靈派的 這樣的一個運動裡面 或是殉道運動裡面 他們會給予這些殉道的人 或是有特別的屬靈的能力的人 有特別的地位 那如果翻到第二頁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修道主義 其實也是一種繁體制的運動 修道主義其實是一種 對原來的那個所處的教會的那個 組織化跟體制化 有不滿的人走出來的一個運動 那這運動一開始比較是信徒的 但後來又被制度化 然後第三個我們之前提到女性 女性的這個角色 那事實上越制度化的時候 你就看到當時候在這個 男尊女卑的文化底下 女性就越被邊緣化 所以越組織化 越階層體制的一個架構裡面 你就會看到這個邊緣化的情形 會越嚴重 那這樣的一個階層體制 我們暫時用西方的天主教會 做例子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慢慢慢慢就發展出 這個教宗的制度 我們可以看到在聖凱撒林教會 的一個詩壁畫上面畫出來的 這樣一個場景 這個教宗比烏十四 坐在中間 然後旁邊有紅衣的主教 紅衣主教今天又稱為蘇姬主教 這個卡里納 卡里納是紅色的意思 那紅色也變成是重要的意思 卡里納是翻作蘇姬主教 或紅衣主教 那其實他們擁有選舉教宗的權利 旁邊再往外圍 就有其他的一些教宗裡面的 這些所謂的專業的人士 那像這樣的一種教宗為主體的架構 就慢慢的建立起來了 在東方教會也差不多 我們看到在敘利亞的正教會裡面 他們的領導階層在一起 我們看到這個照相的時候 就看到中間的所謂的墓首 最高的墓首或者是主教掌 那旁邊則是地方的主教 中間穿紅衣的是主教掌 那黑衣黑帽的是地方的主教 你可以看到清衣色都是男的 而且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那在東正教現在目前公認的 公認他們認為比較有代表 所謂他們的一個代表的象徵人物 可能是莫斯科的這個墓首 Patriarch of Moscow 那因為俄羅斯目前還是東方正教會 最大中的最大的一個教會 那大概還有八千多萬的正教的信徒 所以東方教會西方教會 你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階層體制的架構 那像這樣的圖像 大概都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這樣的一種階層化的過程 那另外有一些中世紀的時候 畫的一些這個實科化在代表 有教會的種種生態的圖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 他已經開始把不同階層的 把它描繪出來 左邊這張圖 作者的是主教 旁邊有大主教 有蘇姬主教 右邊這張圖 則是比較是地方的主教 那接下來呢 有修道院的院長 有隱修派的這些隱修士 hermit 還是有僧侶 修道院裡面的僧侶 另外有地方教會裡面的 有這個司祭 朝聖者 有那些苦修的人 有另一方面有祭司 有職士 有在教會裡面提登的 在讀經的 不同的 一個越來越複雜的 一個階層化的制度 那這個剛剛下任的教宗 這個本篤十六世 很多人喜歡諷刺他 他喜歡強調權威這樣子 所以過去有人諷刺他說 好像會放電一樣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做了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他是七百年來第一位 辭職的教宗 自己辭職的教宗 過去教宗大概都是做到死為止 那他就決定他要辭職 所以自己覺得自己已經體力不支 他覺得他不能夠再擔任 這個教宗的職位 那很有趣的是他下任以後 現在上任這個教宗 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這個新的教宗非常有意思 我們可能多多少少有讀到他的一些報道 今年這個才上任的 年初才上任的 法蘭西斯 Francis 他也是第一個選擇用方濟這個名字 做教宗名字的 過去從來沒有人用方濟這個 方濟不要忘了是 就是這個隱修室裡面 這個修道院的隱修室裡面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 堅決主張守貧 貧窮才是最高的美德 所以這位教宗到今天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他以前在巴西 在巴西擔任總主教的時候 自己住在一個小小的公寓裡面 只有一個床一個房間一個床的宿舍 到了教廷現在去當教宗 他還是不要搬到教宗的華麗的宿舍裡面 住在非常簡單的地方 他非常關心這些邊緣人窮人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一位 給人耳目一新的教宗 他似乎要顛覆傳統的 天主教會的那種權力的架構跟文化 他對權力有非常強烈的批判 對資本主義也有很強烈的批判 在巴西的時候 他就常常做這種洗腳禮 替這個小孩子 替年輕人行洗腳禮 親吻他們的腳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所以這個權力怎麼去行使 其實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權力到底是藉著一種 我比你強這樣的一種方式在展現 或者權力是一種比較是一種 我服務你 我服侍你 我比你卑微這種方式在展現權力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我們回到剛剛上一節課一開始談到 史塔克在談 那個殉道者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大的力量 因為殉道者他無所求 他表現出一種無所求的 這樣的一種特質 那現任這個教宗 我覺得他好像快要把這個 有一點要把這個天主教會 把他整個革命的這種感覺這樣 那最近他還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自己穿著平民的服裝 去訪問這個遊民 街頭的遊民 被人家照到他做巴士去看遊民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教宗 那這樣的一個概念讓我們開始看到 後來在基督教歷史當中 有發起很多新的運動 好像是刻意要對抗這種 過度階層化的一種的教會組織的 這個我們一般通通把它稱為 是一種信徒的靈修運動 那這種信徒的靈修運動 有點像是最早的修道運動一樣 但他刻意不要落入一種權力架構裡面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像這樣的一種 比較有理想性的運動 通常都不能夠延續很久 他沒有辦法維持非常的久 那我們舉一些例子給大家做參考 像十四世紀非常有名 就是平信徒靈修運動 他那時候名字有點會給人家誤導 他那個時候他們用的名字叫做 Modern Devotion Modern我們今天習慣把它翻成現代 但是那個時候他們其實一直是新的意思 一個新的靈修運動 那這些新的靈修運動就是 男性女性個別組織 成一種自願生活的團體 你可以想像當時候在歐洲的北部 在荷蘭 在瑞士 在德國 在法國 通通有這樣的團體 可能五百個人 可能四百個人 就自己男性的住在一起 女性的住在一起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一起過一種的信仰實踐的生活 這樣的團體呢 當時候譬如有一位重要的領導者 叫做Groot 他是荷蘭人 他就寫了這本書叫做跟隨基督 有人把他翻譯成為他的靈修日記 把他加一個名字叫做跟隨基督 他就主張真正的這種信仰團體 應該是沒有權利的 是一種分享互想式的 那在他影響下就發展出男性的這種 平信徒的我們說兄弟團 那女性的則是姐妹團 那當時候他們用的名字就是 北嘎跟北鼓印 北嘎跟北鼓印就是翻譯作 男修士 女修士 但這個男女修士都是信徒 信徒的意思是 他們不像過去的修道院的修士 是要下誓約的 他們不用 他們是自由結社 那這樣的團體 14、15世紀 在歐洲成為一種的潮流 他們共同生活互相照顧 彼此之間完全沒有權利的結構 那今天在荷蘭比利時 留下非常多像這樣子 他們當時候居住的這些房子 到後來他們就稍微組織化 改名字叫做共同生活兄弟會 共同生活姐妹會 在比利時、荷蘭、瑞士有非常多 那這些團體很有意思的是 他們找到當時候 剛新興的一些工作 一些工業 工業化的過程當中的一些 新興的行業來投入 最有名的就是他們常常去做印刷業 剛說印刷術剛剛發明沒有多久 他們很多都投入定書的工作 把那個印刷出來的作品 用皮的封面加上釘子 或是那種比較粗的繩子 把它裝定成冊 他們投入像這樣的工作 做非常簡樸的工作 然後過非常簡樸的生活 這樣的團體到現代還有 現代還有 譬如在北美洲、加拿大、美國 有這個門諾會的後代 門諾會的後代 小派的後代 他們還過著這樣的團體生活 彼此之間完全沒有 權力架構的問題 唯一他們當中 大概只有所謂回到最原始的 有那個長老 有長老會稍微做一些那種 對這些年輕人的指導的工作 但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是 有同樣的一種的 生活的權利跟義務的 但是這些人很有意思的是 他們的生活 完全是在團體當中生活 這Amish非常有趣 他們互相幫助 沒有人沒有房子住 剛結婚的年輕人 全村的 全部落全村的人 一起來幫他們蓋房子 通常兩天 一兩天就把房子蓋起來了 所有的人幾百個人一起訂房子 然後把股價蓋好 然後很快就可以蓋起來 他們一起生活 所以你看他們的非常有名的 就是紡織 農產品 木工 這種手工藝 家具 都是他們最專長的一些行業 另外小派傳統還有像貴格會 貴格會早期在歐洲 後來發展到北美洲 在北美洲發展得非常的快 他們主張平等 每一個人在這個團體裡面都是平等的 所以最早也是他們容許女性 女性的會員 擁有投票權 有發言權 可以在整個團體當中 有他們的角色 甚至貴格會後來 也是最早讓在北美洲 最早讓奴隸 奴隸可以在信仰團體裡面有角色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很有意思是 越是信徒這種平權的運動 他們反而容易會將權力分享給邊緣化的人 這貴格會 後來到北美洲還發展出另外一個團體 叫做Shakers 這兩個教派的名字都滿有趣的 貴格會我們以前 我們想到貴格會可能很多人 就想到他們做的燕麥片這樣子 他們這個農產品也是非常出名的 其實他們名字Quakers 是因為他們是一種靈性運動的團體 他們這個本來是很安靜的 聚會的時候是非常安靜的 但越到後來 聖靈感動越大的時候 他們禱告的時候就腳開始會踩這個地板 所以整個房間會震動 所以Quakers其實意思是震動的意思 Quakers這一派應該叫做震動派 應該翻出震動派才對 但是我們一般翻譯它叫做貴格會 那到北美洲這一派更厲害了 叫Shakers Shakers一樣 他們聚會的時候也是震動得很厲害 我看過他們的紀錄片 那個女性的在跳團體的這種靈性的舞蹈 圓圈舞 非常到劇烈的時候 會把那個比較瘦的女孩子這樣摔起來 摔起來 所以這個很有意思 他們這種團體非常完全強調彼此之間是沒有權力高低結構的 但是這樣的團體最大的一個危險性就是它沒有辦法持久 沒有辦法持久 除非它組織化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鐘擺原理 它一旦沒有辦法組織化的時候 它就沒有辦法延續很久 Shakers是最好的例子 Shakers這個團體大概1840年開始發展 最高峰大概到1910年 在北美洲有六七個地方 多的時候有四千人五千人 一個地方有四千個人到五千個人 但是到二次大戰以後就衰微了 二次大戰衰微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像這些相片 大概都是二零年代三零年代的相片 他們女性住一間 男性住一間 過著一種完全沒有權力結構的 共同團體生活的方式 但是到六零年代以後 這個運動幾乎就幾乎是停止了 因為沒有新的成員願意加入他們 那他們最老的一些成員 活到1980年代都死了 都死了 這個團體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剩下什麼 剩下博物館 他們留下來的房子 Shaker Village 你們到美國有機會去美國 在Massachusetts 那個波士頓附近就有一個 在北卡羅來納 南卡羅那州 都有這個Shaker Village 那今天留下來給大家看到說 他們過的一種簡單 卻又團體性的生活方式 那這樣的方式其實還有很多 今天在瑞士啊 有這樣的團體 那天主教也有一個團體 在我們台灣叫做天主教 普世博愛運動 Focolare Movement 這個今天在台北 在高雄都有 他的運動就是鼓勵信徒們 常常過一種的 互相團契的生活 他們在台灣比較是用合唱團唱歌 騎腳踏車 單車可以去旅行 生態旅行 青年的唱歌活動 像這樣的團體 很有意思是他們 他們好像在跟傳統的 階層結構的權力結構 在對抗 當教會的結構 越權力結構化的時候 就越有另外一邊 有很多這種 比較是平信徒的團體 會跑出來 主張的就是一種 不要有權力結構的架構 好 那介紹完這個 我想讓大家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在這樣的一種權力架構裡面 在這種組織架構裡面 其實宗教的權力的使用 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我這邊介紹兩個學者 在談宗教的權力 甚至最後會變成一種暴力 這樣的一個危險性 或是說權威會不會被濫用的 這樣的一個危險性 當代的一位人類學家Regina Regina Schwartz 是最早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宗教的概念 越集中化的時候 它越容易跟權威結合在一起 那這個 Regina就指出一個 很有趣的理念 他說一神教的傳統 會帶有一種的暴力的傾向 因為它本身是 越稀少權力就能夠越大 那所以它認為所有的一神教的傳統 太僵化或死守於一 這個一的這種專制的概念 通常會造成暴力應運而生 那這樣的宗教或神聖暴力的信念 如果在宗教團體裡面的話 大則會激發宗教戰爭或暴力行動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 在現在的宗教的關係裡面 最產生最大的衝突的 基督教跟伊斯蘭教 背後都帶有一點點的一神教的背景 那當然等一下 我等一下會做一點點補充 就是有基督教學者認為 這個基督教有一個三一的概念 三一的概念 比一神教多了一些內部民主的可能性 這個概念也是滿有趣的 那Regina在挑戰的是說 你如果宗教的結構一直往一 絕對化的方向去推的時候 它以下面則容易會產生一種的 權威的或者是暴力 甚至暴力的行動 對外的排他 那這個神聖權威或要求絕對服從的 宗教文化形式就容易會展現出來 另外一個學者 這是當代非常有名的人類學家 這個吉哈 他則對宗教暴力提出另外一個概念 他說宗教本來過去傳統的宗教 不管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 傳統的宗教裡面 常常有這種獻祭犧牲的概念 必須要用宰殺動物犧牲來作為一種 俗價這種概念 那吉哈他從這個角度去談說 這個犧牲其實是一種的神聖權力展現的過程 他目的是要把不好的東西捷徑 他維持內部的一種自我的整權 要把那個不好的東西把它捷徑化 借用對動物的犧牲 譬如說人會犯罪 信仰團體裡面會有犯罪 他用這種犧牲來捷徑這個罪的方法 變成會把這個儀式 變成把它神聖化 這種犧牲的儀式如果神聖化的時候 他所附帶的流血的行為或者是暴力 也會被神聖化或合理化 那他特別他研究古代的很多的宗教傳統 會指出宗教如果沒有帶有一種的 理性反省的思維的話 他很容易會變成帶有控制性 或者使用一種象徵性的暴力 那會表現在一種流血暴力的需求 有時候一個原始的種族發動對外的戰爭 會把那個戰爭怎樣 把它儀式化 宗教化 當代的人類學家Natalie Davis 我們開學有介紹過這位人類學家 他就提到十六世紀的宗教戰爭 當天主教跟新教在對抗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對抗對付對方的行為 甚至把那個殺戮 那個暴力 賦予一種疑似性的內涵 那這個我想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當然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這種使用宗教的神聖的暴力的做法 大概是越來越少見了 但他背後我們在談權威的概念的時候 這個概念是值得思考的 那我會提到這個其實是看到最近 我們這個新聞報告 報導 那在基督教裡面在台灣 其實有去 有發展出 像這種比較軍事化的教會的模式 在台灣有一個安迪亞的教會 他就是走這種把教會軍事化 軍事化管理 然後徹底的階級化 在教會裡面的領導者是有階級的 少校 上校 少將 上將 那個教會的行政人員彼此在發文 上面還會蓋機密及機密 很像軍事用語這樣 這種形式你可以看到 出現在教會的形態裡面 那當然這個中央安迪亞教會是比較特別 他當初的領導者是台灣的台灣族的原住民 他自己過去有接觸過一些軍事的訓練 他又受到這個原住民的傳統社會 過去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 他就想出說說不可以用這樣的文化來結合 教會發展 那其實這個教會很有意思是 他在台灣還相當有追隨者 影響力還不小 那之前當然有發生過一些問題 就是財務不清的問題 所以他稍微比較衰微一下 但最近好像又起來這樣 他們聚會的地方 常常用工廠 用工廠 然後他們的領導者排起來你看 就是好像軍隊一樣 這很難想像 把教會變成是一種的 一種權力軍事階層化 那這幾天的新聞 我想你們也想到這個 宗教權力是不是有時候也會被 被拿來濫用 所以我想當然這還在發展中的一個案子 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但是我感覺到這個背後有相同的這種 回到剛剛講的這種 宗教階層體制如果過度絕對化 集中化 好像會有跑出一些值得思維的地方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在介紹 這個初代教會在發展兩種領導模式的時候 到底是比較偏向運動的 還是比較偏向制度化的 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發展 今天最後要介紹兩個初代基督教的運動 也是兩個個案 他們都是屬於挑戰制度的兩個運動 這兩個運動很像 他們都覺得教會過度跟權力掛鉤了 基督教會過度制度化了 教會已經被變成一套的權力官僚的體制了 所以這兩個運動都回過頭來 強調另外一個面 主張聖靈的恩賜 聖靈的直接對人的一個引導 才是真正的權力的來源 那第一個團體我們對他們的資訊了解 也比較沒有那麼多 那他運動的歷史也比較短 那我在講義上面有簡單做了一點點的介紹 在講義的第二頁的上面 第四大段 這個領導人叫Montanus Montana這個人 他自己本來是羅馬的神廟的祭司 所以他原來就是屬於一個傳統羅馬宗教裡面的一位領導者 他具有那種 他專門在替人家到神廟裡面來 希望能夠了解自己人生的命運 他就會幫他們抽上帝神明的籤 給他們一種的神域指導他們生活 他是屬於這種背景的一個祭司 結果他後來成為基督徒 結果後來他慢慢發現 教會怎麼這麼制度化 組織化 他在172年左右 開始主張他有特別的靈感 聖靈特別降臨在他身上 他有特別的啟示 他自己就是上帝的特別的先知 然後他特別提出預告 說基督不久就要再來 這個世界末日會來 世界要結束 那要求跟隨他的人 要馬上做出最堅決的一種的行動 把財產賣掉 如果是有婚姻的人要 停止這個婚姻的關係 走境遇的路線 碰到羅馬帝國的迫害 只有一條路選擇就是殉道 他的要求都是非常堅決的一種的 全然的尾聲的要求 那結果沒有想到吸引了不少的人 不少的人跟隨著他 那他直接對抗當時候 有越來越制度化的主教制的教會 他認為要成為教會的領導者 不是由這個制度裡面 一路爬升的這些所謂的官僚的系統 而是必須擁有特別的恩賜的人才可以 那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歷史觀 我這邊寫到這四時期說 那如果我們把第一個時期把它拿掉 其實這個是影響到後來 基督教歷史裡面常常出現的 所謂三時期說 他的四時期說第一個時期就是主張 所有的歷史一開始是從一種自然宗教開始的 然後從自然宗教他才接入到猶太人的猶太教 然後接到耶穌基督的新約的基督教運動 然後他把舊約的猶太宗教稱為是聖父的時代 就是上帝的時代 把新約的基督教運動稱為是聖子的時代 就是耶穌的時代 然後把最後一個階段就是他現在生活這個階段 他稱為是新時代 他就把它叫做是聖靈的時代 所以這個三時期說是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把基督教的三一 三一上帝這個三一 用一個時間的概念 而不是空間的概念來談 在舊約猶太人的時候是創造者赴上帝的時代 新約的時候是耶穌基督的時代 到了現在就是聖靈的時代 那這種三時期說其實在後來的所有的靈根運動裡面 幾乎都有同樣的概念 今天的靈根運動也是這樣強調 這個時候就是聖靈的新時代了 聖靈的新時代通常也跟世界末日快要來 有時候又會連在一起 會連在一起 那這個運動我們說他的 介紹一下他的結果 他在第二世紀末年的時候 被小亞西亞地區主教開會譴責 說他是一個過度偏激的一個宗教團體 但是他並沒有馬上消失 在鄉下 鄉間的地區還受到很多的接納 甚至後來轉到北非去 那很多歷史家認為他轉到北非去以後 這個運動跟接下來的多納派的運動 就結合在一起了 那所以這個運動 我們大概稍微看到這個圖像 可以看到說他們追求的是一種 好像要聖靈直接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 讓每一個人得著特殊的能力 而不需要建立一種有權力結構的教會 他們盛行的地方主要是在小亞西亞的地區 我們看到他 這個我們如果看地圖這個 在安提亞這是初代教會最早的宣教中心 這邊是小亞西亞 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他們最重要的發源地就是這個佩布扎 佩布扎這個地方 那他宣布耶穌要再來降臨的地方 就是佛呂加這個地方 所以都是發生在這個 今天土耳其中部的這個地區 那後來呢 這就是另外一張圖看到在這裡 今天的小亞西亞那個土耳其的地方 那根據後來的學者的推測 他們被壓迫以後 很多他們的跟隨者會躲到洞穴裡面 那這個團體後來就被迫害就釋散 那曾經可能曾經加入過蒙他拿派的 有包括初代教父一位叫特土良的 那還有兩位我們之前提過 北非的殉道者兩位女性 很有可能這對主仆的女性 也有可能是屬於蒙他拿派的 那在東方的教會 在敘利亞呢 也有一些可能是接受這個蒙他拿運動的 那很明顯的例子我們看到 在這種強調靈恩的形態的教會裡面 平常在權力結構裡面 會被邊緣化的女性卻能夠扮演 有某一種的角色 這一點是讓我們可以去思考的地方 那我們來進入另外一個更大的運動 就是多納派的運動 那多納派的運動跟我們上次介紹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有關係 那特別是最後一場的大迫害 最後一場的大迫害是在皇帝戴克里先的時候 那這個303年到304年 戴克里先用好幾個運動壓迫基督教 但最後沒有辦法壓制基督教運動 他就放棄了 沒有想到這個運動卻造成基督教內部 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分裂運動 這個分裂運動牽涉到什麼 牽涉到基督教團體對迫害的回應 那當時候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地圖的 粉紅色的下面粉紅色的這個地區 就是當時候在北非的這個教會 用今天的話來講很像是北非的原住民的教會 北非的原住民的教會 這些住在高原地區的 他們並沒有接受羅馬的拉丁化的文化 他們比較是活在自己傳統的農業社會裡面的一些 傳統的農民的基督徒 這些傳統農民的基督徒呢 信仰非常熱忱 也很單純 所以當北非被迫害的時候 這些基督徒通常採取的唯一的回應就是殉道 那越殉道那個文化就越強烈 到後來這個教會開始稱自己 北非的教會開始稱呼自己是殉道者的教會 殉道者的教會 那相對的我們看到在北邊義大利的地區呢 義大利的地區有一些這些羅馬化的教會 那更北邊整個義大利半島裡面也都是 在戴克里先迫害的時候 裡面有一些教會的領導者或是信徒 選擇了被教的做法 辯解的做法 可能把這個教會裡面的一些重要的經券 器具 交換 讓他得到生命 那這些被稱為已經換命者 我在講義的第一點的第三行有提到 這些被教的人被稱為Tradictor 把東西交出來的人 那Tradictor這個字我們上次有提過 變成是後來的叛徒這個字 就是他們把最重要的教會的財產交出來了 那這些人沒有想到迫害結束以後 他們又回到教會 表達他們的悔改 那在北方的這些羅馬大丁教會裡面 他們通常採取的態度 就是接納這些被教的人 讓他們能夠回到教會裡面 那這個就引發了在北非的這些堅持自己 是殉道者教會的基督徒的不滿 雙方開始發生有張力 那真正的衝突什麼時候發生 我在講義的第一小點有提到 當時候有一個主教被選為迦太基的主教 那這個主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他被封為主教的時候 有四個主教去封立他 這個封立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個我們今天談的 宗教權力的一個概念 有一個舊的主教 按守在新的主教頭上 這表示一種宗教權力的轉移這樣子 那這個在四個封立他為主教的 這四個主教裡面 其中一位被認定是 迫害期間曾經被教的人 我這邊有提到 這個Felix被稱為Felix的這一位人 他是被教者 所以根據這個北非的這個基督教 這個團體的看法 由一個被教者所封立的主教 這個主教是不合格的 是沒有正當性的 他們認為權力的轉移必須純粹 必須合乎正當性 所以這個時候 開始發生一個很大的分裂運動 就是其他的這些殉道者的教會 我這邊有提到 主要都是Numidia人 Numidians 就是北非當初的原住民 那他們另外又選了一個主教 叫做Majorinus 馬約里納 那馬約里納作為這個反對運動 或是分離運動的領導者 沒有幾年就死了 接續他的下一個領導者 非常有能力 而且領導有方 他名字叫做Donatus 所以這個運動後來就以他的名字為名 叫做Donatus 這位領導者 跟隨他的人就稱為多納派 那兩邊已經分裂了 爆發點在什麼地方 第二小點 當君士坦丁接納基督教為合法宗教以後 他下令把過去 把從教會那裡沒收的財產 一律歸還賠償給這個教會 那在北非發生這個問題就是 北非的地方官員 就把這些財產跟賠償的金錢 全部給了那個 看作是被教者的那個教會 那就引發了這個多納派這邊的一種的抗議 他們直接上述君士坦丁大帝 說我們才是真的教會 你發給他們土地跟金錢的那個教會 是假的教會 他們有被教這樣子 那很有意思他們本身決定要向君士坦丁上訴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決定 因為到後來這些多納派有點像今天的小派 他們其實越到後來越不願意承認世俗權威這件事情 就是君主的權威他們越到後來越不願意承認 但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向皇帝提出上訴 還相信說皇帝可能會秉公處理這樣子 結果君士坦丁總共召開三次會議 一次比一次層級更高 最後一次他自己還親自召開法庭 三次會議都宣判 拉丁的這個系統的教會是得勝的 因為他看不出來這個抗議的道理在哪裡 你們都是基督教團體 只是對於被教不被教這個態度不一樣而已 為什麼你就說另外一邊是假的教會這樣 那這個事情就引發這些多納派越來越不滿 認為君士坦丁偏袒那些拉丁化的教會 結果他們就決定自己走自己的路 一直是採取一種分離主義的路線 那我們長話短說君士坦丁皇帝就開始想說 要什麼方法來把這些分離的這些教會 把他強迫他們回到教會裡面來 君士坦丁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他認為宗教必須是社會的基礎 宗教如果分裂 會造成整個社會跟國家的分裂 所以他不能容忍分離主義的存在 所以到後來呢 他甚至決定使用武力去壓制這個多納派 他派軍隊到北非來 要壓制這些分離主義者回到教會裡面 那這些分離主義的多納派也很有趣 他們在高原的地方 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遊擊隊 打遊擊戰 君士坦丁大帝沒有辦法有效的壓制他們 最後就放棄了 我這邊提到在321年的時候 君士坦丁說 我沒有辦法壓制你們 就把審判權交給上帝 那後來他的兒子君士坦丁當皇帝 還是想要再強迫他們 但也沒有成功 那這個運動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變成是兩種的 對教會權威跟體制的認定的不同 很明顯的羅馬的拉丁派的教會 是主張階層體制是有權威的 這些多納派完全採取不一樣的立場 他們主張誰沒有犯罪 誰才擁有聖靈 擁有聖靈的人 才擁有教會權威的正當性 那如果我們先翻到下一頁 第三頁的地方 我有指出他們中間的 兩個非常重要的緊張的關係 第一個緊張的關係是一個 非信仰的因素 非神學的因素 就是這兩個信仰傳統呢 其實具有社會經濟結構上的 一種的差異性 羅馬的基督教會 基本上都是羅馬的軍公教人員組成的 他們都是屬於都市階層裡面的 受到這個羅馬的特權 我們說庇護的一些 在北非的這些少數的特權分子 多納派的基督徒 則是住在奴米迪亞高原的農村的農民 那當時候在經濟的挫敗下 拉丁的這些羅馬教會 他們其實擁有政治經濟的權利 反而是這些非常單純又熱心的多納派 他們是政治經濟的所謂的邊緣人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他們兩個之間的 一種的社會經濟的差異性 那跟這個相關的是文化的差異 那些拉丁化的基督徒 他們受拉丁文化的影響 他們講拉丁語 反而這些北非的原住民的基督徒 他們還是講自己的傳統語言 講利比亞話 講這個Berber 柏柏話 所以兩個團體原本就存在著 政治經濟文化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再加上往下 我們看第八點 在宗教神學觀念上的差異 我們已經提到了 殉道者的這些教會認為 只有殉教的教會才是真正的教會 純潔的教會是正統的教會 那這些基督徒從來都沒有犯罪 所以聖靈住在他們當中 他們所施行的禮儀才有效 換句話說多納派認為 那些羅馬大公教會 所實施的聖禮是無效的 因為這些實施的人 當中所嚴懲下來的權威 是有犯過罪的 是被過教的 那這樣的兩種概念 造成兩個教會中間 就造成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教會觀 那我們再過兩個禮拜 會介紹奧古斯丁的思想的時候 奧古斯丁非常有趣 他站在大公教會這一邊 對抗多納派 奧古斯丁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教會觀 他指出教會本身就是一個混雜的團體 裡面有所謂的好人 藝人 也有罪人 沒有一個人可以宣稱說 我這個教會全部都是純潔的藝人 沒有罪人的存在 這樣的教會是不存在的 這是奧古斯丁代表大公教會 提出來的概念 那多納派這一邊呢 則堅持自己是殉道的教會 從來沒有人被教過 所以他們這個教會是純潔的 是具有神聖權力的 雙方在這個教會觀上面 有發生很大的衝突 那真教會的聖禮是有效的 那這個背叛的教會的聖禮是無效的 那這兩個衝突呢 到最後這個多納派跟奧古斯丁的對話當中 奧古斯丁似乎在神學論真上 有勝過這個多納派 我們回到講義第二頁的最下面 在411年的時候 他們有一次最重要的論真 對不起 在第三頁的最上面 第五點 411年的時候 舉行了一次加太基的會議 奧古斯丁一方面引用聖經的論述 來證明基督徒主神的團體 並不代表他就是一個完全藝人的團體 這一點可以說是說服了當時候的參與的代表們 多納派所主張的那種完全純潔的教會是不存在的 那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多納派裡面後來也出現黑洋 就是在多納派一直宣稱說自己是一個純潔教會的過程當中 他們當中也被發現他們有一個主教也曾經被教過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就是讓這個 我在介紹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想很多人可能會比較同情這個多納派 那多納派其實是比較有理想性的 但在現實的世界當中 他們卻經不起自己本身所堅持的那種理想性的訴求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很有趣的是 結果這個多納派在論述當中失敗了 那後來他們其實也沒有回到教會來 他們繼續做一個分離的團體 那我們知道北非不久蠻族來了 再過兩個世紀回教徒也來了 所以這多納派的運動後來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我想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很快把這兩個運動跟大家介紹 他們比較象徵的是一個對體制提出挑戰的兩個運動 那兩個運動後來都被主旅的教會 把他們推到比較邊緣的地方去 那我在這個講義最後面有介紹 這個靈恩運動做一個延伸思考 說今天現代的基督教會非常盛行的 也是一個靈恩的運動 那這個靈恩運動其實也是對體制提出挑戰的一個運動 那我們下禮拜我們再稍微來補 做最後的一點點的補充 讓大家做一點點的連結的思考 來的靈恩希望 那是一個靈恩運動的 社會這樣的行動 什麼時候 更新的靈運去 作詞其實對披抗 那軒著做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